北京赛区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上项目核心区 将承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全部冰上项目的比赛 北京赛区场馆冰面建设情况如何 7月22日 记者来到北京冬奥会大道速滑比赛场地国家速滑馆了解情况 据介绍 北京赛区冬奥会场馆包括四座新建场馆和六座改造场馆 共有15块冰面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部完工 为了满足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上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使用 北京赛区一共新建了四个场馆 包括国家速滑馆 五合松冰上运动中心 冬运中心综合训练馆 国家残疾人冰上项目训练比赛馆 还将改造六个场馆 包括国家游泳中心 国家体育馆 五合松体育馆 首都体育馆 首体滑冰馆和首体综合馆 这些十个场馆将提供15个冰面 这些场馆按照总体建设计划将于今年建设完成 在国家速滑馆项目工地 工人们正在进行制冰工程施工 据介绍 国家速滑馆拥有亚洲最大的全冰面设计 冰面面积达1.2万平方米 它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赛后利用 采用分模块控制单元 可以将冰面划分为若干区域 根据不同项目分区域 分标准进行制冰 对这个大道速滑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 说其实我们大道速滑只用周边一圈 它并不是全用的 那为什么做这么大的 其实我们这个冰面 它是一个组合型的 在这个冰面上不但能进行2022的冬奥会比赛 而且还可以还可以同时或分别进行短道速滑 冰球的花样包括冰壶啊 包括也就是说所有的冰上运动 我们都是可以都是可以在这个冰面上完成的啊 马进表示国家速滑馆是全世界最大的采用二氧化碳 跨临界直冷制冷系统的冰面 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的冬奥场馆 有了高科技的加持 场馆在为运动员提供更好的竞赛条件的同时 也更节能环保 它是最环保的 全部采用二氧化碳制冷剂啊 这样的话可以使它的 使它的碳排放趋于近零 也就是说它是最环保的啊 第二个 它是最先进的 最先进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是和传统的制冰制冷技术相比 我们这个能耗能节约百分之二十几将近百分之三十啊 就是说从从能耗上可以节省这么多啊 另外我们可以使冰整个冰面的那个冰面温差做到极致啊 我们目前我们目前设计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做到零点五度 这样会给二零二冬奥会会给参赛的运动员提供一个绝佳的竞赛条件 同时国家速滑馆专门建设了能源管理智能系统将智能产生的余热用于运动员生活热水 熔冰池熔冰冰面维护交冰等全冰面运营模式下一年可节省两百万度电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将成为奥运历史上第一届全部使用绿色清洁电能的奥运会 随着今年六月世界首条五十万伏张北柔性直流疏变电工程投用 北京部分场馆年内即可利用绿电开展建设运行 到二零二二年所有场馆将实现百分之百使用绿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